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魏映先红到韩国 王一博,长空预告被指抄袭、壮志、评价扎新 王一博虽然出道多年 但是自从陈情令爆红以后才开始被更多的人喜爱 现在他对自己的演艺道路有了长期规划 在演员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坚定 上半年王一博长期在剧组拍电影 下半年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他主演的多部电影将会在国庆档上映 这可把粉丝们高兴坏了 在几部电影当中 王一博主演的《长空之王》 算是最受期待的一部 极有可能成为国庆档的票房冠军 但是人红是非多 在还没官宣定档之前 就已经有王一博的粉丝预见 在电影上映前后会有一波负面消息传出来 没想到还真被预言成真了 除了之前有网友传出公司要求包场看电影的消息后 现在《长空之王》最新的预告当中 王一博回头看队友的镜头 又被指抄袭美国经典大片汤姆克鲁斯的《壮志凌云》 在看预告的时候 这个镜头除了展示王一博和战友的帅气之外 两人的战友情也让大家印象深刻 但是没想到被韩国网友发现 这个镜头居然和《壮志凌云》的经典镜头 基本上是一致的 除了主演王一博看前面后 又转头看战友的镜头非常相似 战友手中拿着笔旋转 并且看向王一博的镜头 也基本上和《壮志凌云》吻合 画面曝光在韩网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有韩国网友对此的评价非常扎心 直接批评《长空之王》是假货 更有网友表示 《长空之王》演员的演技不怎么样 这一次王一博的《长空之王》 未上映鲜火到韩国了 只不过对于这样的事情 不知道对这部电影的票房 是正面还是负面呢 读者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个镜头有抄袭的嫌疑吗 你们会去电影院支持《长空之王》吗 未上映先红到韩国 王一博《长空之王》 新预告超帅镜头被指抄袭 壮志凌云 评价扎心